以比较地图的方式梳理出制图、科技和政治三者间的关系 另一时间次序是艺术家苏玉昕两个研究计划的阶段性展示 一是水棉以日本秋吉台及阿根廷湖宁市作为地球两端的对应端点 对比较的论文电影 二是扩研电影装置讨论被日本神道教与20世纪前期现代化打压的生样信仰 两个计划各自呈现对生态、人、技术的不同思考和论点 并讨论科技泛林论、在日本环境下的思考工作 往往以辟语或是拟人化的方式于故事叙述的文本中出现 在对于自然与非人物种的互动解释上 以不同叙述方式存在 它以相对性的观点对时间进行思考 讨论垂直的时间结构里 现在是以数个累积的瞬间所形成 而未来总是我们指涉的点 过去则是与现在内部里存在着一直不断变动相对拉扯 在时间思考上 苏玉昕以比较地图的方式梳理出制图、科技、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 又因应历史上的权力变革与价值改变形成一定的复杂度 必须以立体的方式进行解读 让观众的解读方法也重新被训练 十方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